鏡頭在看到這個空情總隊 在今天早上六點 也是派出了黑音直升機 到秀林鄉的仁和礦區中和的礦場 那麼吊掛是六名受困的礦工 另外呢 還有的是在這個和平的礦場裡面 還是有六四人受困代員 那麼空情總隊 先是以空投物資的方式 要維持受困民眾 困在礦場近二十四小時 受困礦工終於獲救 空情救難人員以吊掛方式降落地面 陸續將礦工分批吊掛 搭上黑音直升機返回降落區 六名受困礦工 其中三人脫困 還一名傷者先行搭機下山 空情可以因再度起飛 進行第二梯次的救援任務 今天早上六點半的時候 空情總隊就立刻出動了直升機 來將這六名受困的這個礦工 給全數的救出 強陣過後就在工作持續 目前花蓮災區 仍有近百人受困 其中包含五十多人失聯帶員 順利救出六名礦工 空情黑音隨即載運空投物資 飛往和平礦場 援助七十多名受困人員 空情黑音完成空途任務後 隨即返航整備並再次起飛 這次重返河仁礦區 吊掛運載在強盾中不幸罹難的人員 並順利將往生者遺體帶下山 送往花蓮殯儀館 記者許立芹 王仲勳陳瑞祥 花蓮報導